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如果有看我們頻道的朋友 都知道我Eddie是超任的粉絲 最近推出了一磅米里超任 當然我是不會錯過 香港有行貨,大概900多,接近1000 香港買日本的水貨就800美左右 如果計算日本的日圓價 港幣應該是600多元 所以大家如果去日本旅行 看看有沒有機會看到 不過好像是日本那邊都小貨 我當然就沒辦法了 給香港的代理吃一點,是韓國 這次開箱我們還會特別一點 拿起我珍藏的超任 比較一下,這部超任陪伴了我成長 由小學到中學都是在玩它 不知道大家家裡有沒有像我一樣 有一部古董的超任在呢 看看這部迷你超任的盒子的設計 這部面應該就像以前當年超任的包裝 這個紅色字句就說明我們是用USB拿電的 跟以往是很不同的 後面就說明這部機就包含21個遊戲 它寫得很特別的,它寫20加1 為什麼呢?因為其中有一隻 這部是STARFORCE2 當年是胎死腹中沒有出到的 竟然在這個迷你超任上 復活可以說是新遊戲 這樣說 那21個遊戲我們就列出了一個表 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還看到後面有個圖像就是這個迷你超任 它就說是跟以往的手掣是1比1的尺寸那麼大 那部機就小很多 所以比例很搞笑 好,不如我們開箱吧 這裡就寫明有HDMI輸出的 迷你超任 首先看到說明書 說明書就一頁紙,很簡單 接著就會看到手掣有兩個 不是藍牙手掣 感覺真的跟當年的手感一樣 接著就是主機 很輕 下面就是電源線和HDMI線 這部主機很小 感覺上比我的銀包大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手就可以拿著 這裡也模仿了,這個是手掣的輸入那個洞 也模仿到入帶的位置 但其實是假的,按不到下去 這個是Eject 即是你入圖片也可以下去,按這個掣 彈出來,那個掣也是假的,按不到 這個reset鍵就可以了 還有電源鍵也是真的 後面有一個電源線和HDMI的線 這個就是假的 所以如果你想玩遊戲機,就要 這裡 拆開它,這裡有真的輸入的洞 後面就會看到是中國鍵 手掣的線都很長 我們稍後量度一下 跟以往的線的長度是否一樣 這個插頭的input 就跟Vu的位一樣 先插手掣 先插進去 如果想插出來,左右按著有個按鈕 按按鈕就可以插出來 之後我們把HDMI線和USB線 它沒有包括火牛 大家可以用正常的手機充電火牛 我們對比一下以前的超音 現在大家硬件就是我珍藏的超音 在1990年11月21日 一部是日本開始發售的 這一部就是日版超音 另外尾版的樣子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很多同學當年都有這部機 實在太好玩了 最多回憶當然是街霸 因為平時你要在機店 大概好像要兩三元 一部都要 如果你有超音就可以無限玩 另外可以看一下Vinning 還有之後我自己玩了很多RPG和機戰 這些都充滿童年回憶 我這部機有一點殘舊的跡象 我都盡量清潔了 這個是主機 這個是真的 可以插帶 這個是 按名帶出來的按鈕 手按鈕 以前的插頭就是這個樣子 三色線 插電視用的 以前的火牛 兩隻扁腳 我測試過還可以用到 那隻牛可以用按鈕 就可以變成三腳 當然當然有這樣的畫面出現 兩部機來比較一下 真的細部很多 以前就這麼大部 不包遊戲 現在這麼細部 裡面內置21隻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顏色方面 比較髒 怎麼說都抹不掉 變成黃的表面 我發現它差一點東西 無法模仿 就是這個字句 原來這裡沒有 細體還有一個位置 無法模仿 就是Power鍵的字 這裡有 這裡就沒有 印不到凸出來的Power這個字 兩部機的前面正前方 大致都是一樣的 旁邊都是一樣的 後面就很不同 下面舊的超音 這個是用來插三色線 這個是再舊更適合的電視機 追台用的天線 這個是Channel 12 這個是電源鍵 Channel 12 其實以前的超音 是可以玩賽車遊戲 用兩部超音、兩部電視 這樣對戰的 大家坐在一起 當然是富二代、有錢人士 專用的 兩部超音 兩部電視 真的沒有什麼人家會有 到底沒有 古董超音就多了些東西 這個都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玩那麼久超音 我自己沒有用過 順便說一下 這個EST的插口 有沒有用 這個是當年滑時代的產品 我給大家看一些圖片 超音下面的東西 就叫Stella View 在1995年日本推出 大約180美元左右 當中包含上面這個BSX的帶 這個帶有8個記憶體 當年來說是很多的 整件東西是怎麼運作的呢 其實是用來接收衛星電視台的訊號 可以收到任天堂製作的遊戲資訊節目 甚至可以下載遊戲在這個帶裡玩 不過舊那部股東超音 大家可以看到 是日本按鈕 賣你超音是大陸按鈕 這件事很不同 還有一張銀色貼紙 賣你超音沒有 到手按鈕 我發現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就算一個超級細微的位置 就是這顆的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用 這顆的的的 都是一樣的 任天堂的標誌印刷位置都是一樣的 現在的賣你超音是淺色一點的 在後面的螺絲位都是一樣的 有一點點標誌或者標誌的字句 賣你超音就比較多了 這裡也寫明手掣都是在大陸製作的 當然以前的超音的手掣都是在日本製作的 現在我摸下去 賣你超音這個手掣的表面比較粗一點的 讓大家拿起來沒那麼容易滑手 以前的手掣是否因為我玩得多的關係 磨到平了 未至於很滑,但是 鞋的程度就沒有那麼明顯 比較一下,用這樣的方法 一定是知道哪個長一點哪個短一點 以前的超音,按鈕到這裡 迷你超音就比較長一點 插頭方面兩個都會有任天堂的標誌 我覺得廠商比較省皮 新的迷你超音的插頭 其實就是VVU的插頭 用以前的零件做的 它沒有模仿以前超音的插頭方式 其實如果我自己覺得 它如果模仿到的話 那就真的完美了 以前香港版本的超音 那隻牛都會有任天堂的標誌 寫了在台灣製 現在這部迷你超音比較省皮 它只是給你一條USB線 牛都不包 不過深一層都叫做環保一點 我家裡真的有很多牛多出來 接著到輸出 以前就用三色線 我這條線已經是 更換過的 不是原廠的 因為很容易壞的 現在就跟了一條HDMI線 這條線都有任天堂這個標誌 而且這條線 跟Switch條線是一樣的 超音內置了遊戲 當年的超音是要插帶的 我之前也介紹過一隻 第四次超級機人大戰的帶 這次就講第二項 《原卓之騎士》 超音帶的包裝 基本上都是長方形的 打開 《原卓之騎士》給大家看看 它會跟著說明書 以前的說明書 內容都很詳細 現在就不同了 《Bandai》就這麼大 小時候玩遊戲就這樣 之後開電鍵 這樣就可以玩了 這隻遊戲《原卓之騎士》 我遲些再介紹給大家 玩完就關掉《Power》 按《Eject》 就可以拿出《Bandai》 舊超音就是這樣開遊戲玩 新超音我們先播放 給大家看遊戲版面 我們開了遊戲 這就是遊戲選擇版面 21隻遊戲就排在這裡 我看到有2P的按鈕 告訴大家哪個遊戲可以雙打 因為這個《迷你超音》 只是支援兩個手掣 很可惜 有些遊戲可以三個人玩 譬如《聖劍傳說》 它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三個人玩的ARPG 在這個《迷你超音》就發生不到這件事 只可以兩個人玩 這個《Mario RPG》我好像是玩過 忘記了,有印象 小的我是玩過 不過我是玩了一半 之後 光明的世界 黑暗的世界我是沒有玩的 《超魔界村》也是很難玩 我老實說 我第一把也過不了 那時候很印象 就是我已經放棄了 按按鈕就可以設定順序 看看大家會不會 方便大家去選擇遊戲 看看上面有什麼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版面 這裡可以模擬以前打入牛龜的電視一橫橫的熔 螢幕 這些風味我就不選擇了 這個是4比3,原設定 這個是Pasal Perfect 會變成一個正方形的島 感覺上比較古怪的 所以我建議選擇4比3 下面可以選擇Skin 令到16比9的螢幕左右側面都有點美化 我選擇這個電視機 因為這個《迷你超任》的手掣 插頭是跟V一樣 我就拿了一個V Pro的手掣 我發現其實都可以用到 控制都蠻方便 譬如我現在按控制 就會出到這個版面 這個版面其實是平時我們按reset 才會回到這個版面 我現在按下按鍵 就可以登錄一個即時儲存 總共有4個位置 先拌出來 現在我又按個reset 試一下 再登錄一個 可以登錄另一個save slot 其實我們還可以按X 可以看看這個save的replay 總共有20多秒 這個功能很特別 試一下玩另一個遊戲 聖劍傳說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 其實我自己買了Android版的聖劍傳說2 如果大家買尾版的《迷你超任》 就會有英文版的聖劍傳說2 對於不懂日文像我這樣的玩家 了解遊戲都非常有幫助 但是我自己因為小時候那部超任是日版 有些情意結 結果我就選了買日版的《迷你超任》 讓我去拿一把聖劍給大家看看 聖劍就是在左邊 我Android版的試玩之前都拍過影片給大家看 有興趣可以去我們的頻道找到 叫做你老爸玩遊戲系列 找到聖劍就會看到靈魂走出來跟我們聊天 小時候覺得阿龍這個版面是超美 當年超任的機人來說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每次開遊戲我都會看一看,感受一下熱血 去香港 這個就是模仿李小龍的人物 看到這個版本是有火波出的 任天堂的遊戲當然少不了Mario 這遊戲可以兩個一起玩 跳的時候還可以轉 很大顆炸彈 有菇食 另外再說最後就是《Star Force 2》 這遊戲鎖住了 大家要完成《Star Force 1》的第一關 這個就可以解鎖 到時就可以玩這個全新的遊戲 好,今次這個《迷你超任》開箱暫時到這裡 裡面的遊戲遲些有機會可以試一下拍片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以前超任年代 我們玩的遊戲是什麼樣子 還有拍給80後看,像我這樣拿回童年回憶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今次的開箱和新舊超任大比較 到這裡,謝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